民眾真的不聲騎擾 因為詐騙手法日新月異 現在出現剛剛你提到了 聽看到的是假基地台 發釣魚簡訊騙個資的案件 那根據深入追蹤之後發現說 這詐騙集團在使用裝備發簡訊時 被害者您的行動電話訊號會被強制 連接到假的記憶體台上 這個時候呢 嫌犯的歹徒就可以偽裝成任何的信號來源 或電話號碼傳簡訊到您的手機裡面 又使您來點網址 留下您的個資 國內首起詐騙集團設假基地台 發釣魚簡訊騙個資的案件 如今犯案手法曝光 發訊的號碼內容都能任意改變 詐團在使用假基地台裝備發訊息時 被害人行動電話訊號會被強制連接上假基地台上 無法使用正版基地台服務 打電話上網都會暫時離線幾秒鐘 而這時歹徒機會來了 未裝成任何的訊號來源 或是電話號碼發簡訊到民眾手機 又使對方點擊網站或是留下個資 讓人防不順防 你說收到我手機 我這樣你就可以收得到 對不對 太恐怖了吧 因為這個的話 詐騙的話他無孔不錄啦 反正就不要貪就好了 反正他詐騙我不去點他不知道什麼 資訊時代就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去避免 只能自己做好自己 不過據瞭解假基地台在中國網路上販售價格 約為台幣三百萬元左右 購買沒有規範 只要有錢誰都能買 拿到的手機號碼更是沒有上線 所謂的偽基台 他的手法事實上就透過一些這個 GSN上面的一些漏洞 我們的手機或是相關的連線裝置 誤以為這個假的這個基地台 才是真正的電信公司的基地台 新型的詐騙手法會不會有資安問題 NCC回憶已經接獲勤資 會給予密切關注 只是近來詐騙集團越來越猖狂 詐騙手法更是盛出不求 民眾只能擦亮眼睛 千萬不能一時衝動 聽信帶圖的話 記得正好報道